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10月14号礼拜五的第三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话说在昨天 欧盟对俄罗斯作出了严正的警告 欧盟就说 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 胆敢对乌克兰使用核武的话 俄军将会是被西方彻底的消灭 而在过去那三天 俄罗斯接连释放出软化的讯号 包括的就是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宣称 普京愿意和拜登在G20峰会上边进行会谈 此外 普京昨天抵达了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 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了双边的会谈 而在昨天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宣称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 目标不变 但是可以通过协商达成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只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一下欧盟对俄罗斯作出的严证警告 是怎样说的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顾问博雷利 昨天在一场活动上面发表了谈话 他声称 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任何的核攻击都会导致到一个回应 这个不是核回应 而是来自军事方面的强大回应 俄罗斯军队将会被西方完全的殲灭 这个会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欧盟必须要展示团结 力量和决心 而这个决心是彻底的决心 这次欧盟对俄罗斯所发出的警告 其实和北约较早前所发出的警告 基调是一致的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之前曾经说过 如果俄罗斯是胆敢对乌克兰发动核武攻击的话 将会面临着严厉的效果 北约将会坚定一致地作出强硬的回应 如今欧盟就将回应的手段都说出来 就是用一种飞核的方式来做反击 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动用核武 北约是不会作出核反击的 不会将整个地球演变成为核冬天 而是紧紧使用常规的武器 就足以将俄军彻底的殲灭 这个警告对于普京 对于俄罗斯国内的号战分子来说 其实就是一个当头的棒渴 因为这帮人当初对西方国家作出核威胁的时候 他们的合理期望就是说 西方国家是会因此復元 他们是会妥协让步的 而他们背后的逻辑是怎样呢 就是说西方国家都会忌毁 整场战争是会提升到一个层次 变成全球的核战 到时就会变成核揽炒 于是西方国家就会退态了 就会让步了 就会被俄罗斯的野心和霸权得逞了 现在欧盟就告诉你听 不用动用到核武 不需要发动核战 核反击 单是使用常规武器 就足以摧毁你俄军了 那就不同说法了 就是说完全破解了他们当初 想的那一套 你作出核威胁 如果到最后真的瘋起上来 对乌克兰使用核武 牺牲了乌克兰的话 其实的后果就是 你普京会玩完 俄军会玩完 整个俄罗斯联邦都会玩完 是会解体的 所以 这个警告我认为是会很有效的 尤其是在过去一段时间 美军已经是开始透过媒体放风了 他们开始计划着一些行动 来到去对付普京 而其中一样就是斩首行动 我想世界上所有的独裁者 没有人是会怀疑美军 有执行斩首行动这个能力的 因为之前伊朗已经是有些独裁者试过了 死了 那这件事就没得质疑了 是不是 有些人就说 不是的 普京可以长期躲在地堡 这个是荒谬的 一来 普京长期躲在地堡 他只能够躲避美军的斩首行动 但是 他能不能够维持着他国家的政权呢 一个长期躲在地堡的人 来管治整个俄罗斯联邦 是说不通的 随时被人推翻了都不知道什么事 二来他防得过美军的斩首行动 他防不防得过 对他已经是充满着 严厉那帮的军事将领的叛变 防不防得过 对他已经是产生了强烈不满的民众的起疑 这些东西很难防的 分分钟冲进地堡那里 怒倒他又不知道 所以 其实到最后 普京都是会退 现在我们也都看到一些讯号 俄罗斯是开始有点软化的了 那我们看看欧洲方面的回应是怎样才说 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说 如果乌克兰是被核武攻击的时候 就不会引起北约三个勇核国之一的法国的核回应 他这番的说法就在网络上 无论是在香港也好 在外国也好 那个反应是非常之差劣的 他几乎是被人骂马 被人骂到七个一皮 为什么呢 就算你是这样想 你都不要这样说出口 他跟欧盟搏雷利那番的说法 是有不同的 马克龙就只是说 法国作为勇核国 都不会对你俄罗斯作出核反击 而他就说明了北约是有三个勇核国 哪三个呢 就是法国、英国和美国 而英国和美国合好又不是欧盟成员国来的 又是北约的三个勇核国之一 其实马克龙就是要将责任推卸给英美 有时不要预计我了 你普京不要打算炸法国 法国是不会炸你的 是不会对你作出核反击的 就是说你的责任就射到美国和英国身上 要怎样反击呢? 你们就想了 那么你欧盟的搏雷利 起码说了一件事 就是说欧盟不会作出核反击 但是 俄军是会遭到彻底的殲灭 在常规战争里面 就是说人家都要 是作出一个强硬的警告了 你马克龙是没有了后边这句 纯粹就是说 法国作为三个北约拥核国之一 你不会核反击 你不需要缩成这样而已 对不对? 对 那老实说你说 这一场的战争到最后 会不会真的演变成为核战呢? 我不认为会的 现在目前看到的那些迹象就不会 波兰外交部长拉乌就说 普京威胁要在乌克兰使用核武 但是就不是攻击北约哦 那么这个意味着 北约就应该是以常规的方式来到去做出反应 而这个反应就应该是以毁灭性的 那么北约呢 现在就应该是要对俄罗斯作出明确的讯息了 因为欧盟已经是说了 俄军是会被彻底殲灭 北约没说 北约只是说会强硬回应而已 那么其实波兰外交部长这个反应就对板的 因为乌克兰既非欧盟成员国 也都不是北约成员国 现在扎连斯基都是申请要加快 紧急加入而已 那么在批准之前 那么其实 北约都是没有义务去补这个乌克兰的嘛 就是理论上 但是实际上我估如果真的是 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核武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常规战争的反击 正如欧盟的博雷利那样说 这个就很合理的 但是如果俄罗斯是使用核武 攻击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 那就会出现核反击了 但是就不是好像你那个马克龙那样说 实际他说的那番话出来 就不说好过说的 我们又看看俄罗斯的反应是怎样 为什么说他有些软化呢 首先第一样东西 就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说明了俄方是接受和普京进行会谈的 在G20峰会上面 G20峰会就会在11月15号 去到印尼的巴里岛举行 那这件事我们之前也有提过了 那为什么要和拜登会面呢 那当然坐下就是想和谈了 因为俄罗斯一直都认为 这一场是代理人战争来的 名义上俄罗斯就是和乌克兰打 实际上背后美国提供这么多武器 西方国家提供这么多武器 乌克兰就只是一个代理人而已 实际上俄罗斯就不是和乌克兰单独对打 就是和背后那些西方的军事力量来打 所以肯埋桌商量 就已经是软弱了 如果他根本上空有成竹的 他都赢了开航的 商量一条毛呢 不理睬你都可以 而且这个答应 其实就是白宫先行放风的 白宫就说可以埋桌商量的 整场这个拜普会都可以的 那俄罗斯本身都不治可否的 拉夫罗夫确认了 可以商量 白宫方面就说 麻烦找这个扎连司机来商量 虽然乌克兰不是G20成员国之一 好了 第二个讯号是什么呢 就是昨天普京去到了哈萨克首都 亚斯塔纳 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 那谈什么呢 貌似不是谈和谈的 就不是说找埃尔多安出来 做这个和事佬做中间人 貌似不是 但实际上是 在昨天 俄罗斯媒体就引述 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所说 俄方就认为 去到G20峰会上边 埃尔多安总统到时就会正式地 提出调解的请求 邀请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谈判 就是找埃尔多安出面 我做调停了 麻烦你们各自卖桌商量 埃尔多安其实是中立国 和扎连斯基和普京都是叫做有计谈的 有些人就以为 土耳其就跟俄罗斯走得很迫 实际上当然不是 这些叫茂合神尼 尤其是 埃尔多安本身的野心也是很大的 又搞了一个特决联盟组织出来 在俄罗斯的后南那处 广结朋友 那些中亚国家 哈萨克 吉尔吉斯 就跟土耳其走得很迫 普京对他有些戒心 但是又仍然有戒谈 所以就找他出面 做一个所谓的调停 其实符合了白公所说的愿望 就是在G20上面谈 这个就再是一个讯号了 第三个讯号就是什么 就是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声称了 俄军在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目标是不变的 但是可以透过协商来到去达成 透过协商 那还不是软化 而且俄军现在在乌克兰的战事 其实是接连的失利 尤其在这个克里米亚大桥被炸毁了之后 更加是节节的败退 从什么迹象可以看到呢 就是 俄罗斯之前搞了那个公投 其中一个说要申请加入 俄罗斯联邦的就是克尔松州 那个克尔松州的快女领导人就声称了 克尔松是持续遭到了乌军炮火的攻击 他直接就向莫斯科请求 帮手撤离平民 撤桥啊 因为有很多那些俄族人在那里住的嘛 现在就说不好不行 搞不定了 那撤桥就是显示着什么呢 就是乌军长驱直进 而俄军呢 基本上呢 就是被人反攻胜来了 而根据英国国防部所收到的情报就显示 近日俄军在克尔松地区以北大约20公里处 开始是向后撤退 那貌似呢 是叫做重新组成一个新的战线 而乌军在克尔松那个的军事进展 是直接关系到 是不是能够直取克里米亚 如果克尔松一输了 就是俄军 那克里米亚就很危的了 那所以为什么现在 俄罗斯是会一年三日释放出软化的讯号 那故此我更加就不认为呢 普京会在现在这个时刻来到去 对俄罗斯动用核武的 他炸哪里呢 炸几乎啊 那没有了啊 人家用常规的军事行动 是可以将他殲灭的 作为一个独裁者 无论他是不是受命张志都好 他都是想做到尾的 这个是必然的 我在网上边呢 常常见到有些人说 普京呢 其实呢 就患癌的了 差不多钉盖的了 所以呢他就想发动核战揽炒 我认为这个说法呢 就是极为武断兼斜 是不符合杀制情况的 我不会跟那些人讨论 究竟普京有没有生癌啦 因为俄罗斯作为一个 资讯这么封闭的国家 就算他生癌 也不会对外公布啦 是不是呀 那不要理会 普京是不是病危先 而是讲着 有些人认为普京 因为他病危 他差不多死了 所以呢 与其他自己的死 不如就一起揽炒 所以他会发射核武 一起死 这个说法是有很大的漏洞的 核武是不是普京一个人 可以控制得到 来用呢 还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外界有些 不知道哪里来的消息 都可以说得到 给你听 普京是差不多钉盖的时候 你猜 在俄军里面的高层 是不是完全都会不知情 而你知道呢 那如果俄军里面 那些人都知情的话 他明知道普京差不多钉盖 都要揽炒 那当然不会拒 当然会按住他 或者普京要发射核武的时候 他们不会输入密码等等 太多的方法来阻止 因为你自己想死而已 是不是 你一心寻死 其他那些没理由陪你一起 共赴王全 是不是 因此呢 我就不认为普京本人的健康状况 是会构成了加速核战的其中一个因素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